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這個是Atman West 他在他們的統治書裡面給一個例子 他收集的真實資料 什麼資料呢 他是美國的不同學院的學生 GPA跟他的S salary 就是畢業之後的薪資 這個是萬美元 幾條 人家不是萬美元 人家是千美元 就是一年的年輕 突然間很少 所以前面這邊三個學院 LA Liberal Arts 就是類似文學院 E Engineering 工學院 Bus Business 商學院 三個學院 可以嗎 我們最簡單的 先看一個IV跟一個PD的關係 然後這IV是類似文學的同學 IV分三個部分 文學院 工學院跟管理學院 我們從一開始講的 從一後開始 來 請問你 我們現在假設 把誰做成基礎呢 你們想要把誰做得比較基礎 同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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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是比較基礎 然後請問你 我現在有三個學院 我有幾個當一後 兩個 對不對 我喜歡 我喜歡叫D 因為當留學 D1 D2 我會覺得是比較D 可是他因為都是零 對不對 然後他跟H&D很比 所以是 D1 那跟Business 就是零 D1 所以 我在課 40日 對不起 50位學生裡面 我在開始做過敏制生 那 空前方法 還是跟自己一樣 你可以到 Record into different variable 那我現在要 college 做文革 那你 D1 在抗 那你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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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 D1 D2 D1 D3 D2 D2 D3 D3 所以我現在是010 這是我的第一萬對不對 這個全部全部都會寫 010 可以嗎 所以我可以 繼續然後貼上 然後再回去改第一次 或者是我就懶惰了 懶惰就這樣 然後跟大家去 010 來 我這邊直接改 或者是你可以再回去打一次 沒關係 我這邊打是010 所以要是一萬 然後001下到T2 就要001下T2 他對不起我錯了 對 來來來來 那個 我打成了LA11跟Business對不對 為什麼 他跑不出來 因為我原始的Coding方法應該是123 123 那個 因為我剛剛忘了把它移過來 這個是我的Label LA 是1 那個Engineering是2 Business是3 你有沒有看到 他會用他的數值 如果你有數值的話 他會以數值為止 所以我要過來排一下 然後又把橫定數 這個橫定2 選擇 那邊 是2 3 2 2 3 3 4 8 5 5 8 5 5 他就不用自己直接代替 可是我原本其實是用數字 可以嗎 大家 就是把數字LA跟E改過來之後 就是會變成0100001 然後那個數字會彈出來 所以讓你完成之後 我們來跑一下 有不會吧 知道我們會怎麼跑呢 一樣啊 那是Equestion 在這裡面我想要用 學院 第二個學院 用你的ID 預測你的Style的薪水 看看你們學會選擇 然後你一些相關的東西 像是 Discriptive Statistics 幫我勾一下 那其他如果你想說也可以勾 那我等一下跟你說 就是你在類似文章的時候 後面有些東西會實徵 有沒有新鮮的 就是當我跑回歸之後 有一個結果 前面就是 Discriptive Statistics Table 然後後面這邊是整體模篇 然後到有人會選住 然後再來就是 No I Can't Run 然後再來是 Prohibition 那之前都沒有查 OK嗎 好 打完之後請你告訴我 就整體模式來講 我可不可以回答說 那個學院在你的薪水上面 有沒有效果 不同別的學院 對於你的薪水是最差異的 那是什麼 可不可以看得出來有沒有 好玩了嗎 好 來 我們來先看一些東西 新鮮紅 好 最後一拜看 Claid's Table 請問你喔 這個Table是在你的時候 那個東西要選什麼 綠色東西 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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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可以選一個 一個Claid's Table 加上點7層上D1 加上點3層上D2 公式 我會留守 那我這個公式寫完之後 我看來說 D1跟D2 都是跟我參考組比賽 對不對 我參考組現在是 文學院 D1 D1 所以 我要跟你說 這個東西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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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想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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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 D2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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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 D1 D1 100 D2 D2 D0 D1 我們就剩2.1加上0加價0 就收錄 收錄一下 Tone In System 如果要知道LA的組織都要代理 DYT 都要代理 數據當然就給它 等於消費就只能再拿 就常出是LA的稍微 所以我可以知道 那我可以从这公式里面看得出来 看 hetuvpanggnery 工学院 他的薪水是多少 一万代一、以赌代二 他的薪水会是快点一加上准一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算一算Business它是有所掌 它就是要代一萬代人一付代一 所以變成 到這邊知道我在算什麼嗎 那如果你要認證的話 他幫你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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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邊沒有 好嗎 那我們來做一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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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心統計 對不起 小心 那個比較平均數 記得嗎 比較平均數 那我把 College放成我的ID Sharry跟我的ID 那我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欸 你們三個的平均數 算是2.1 2.7這句就說2.8 2.7 這個部分 就可以算了 然後 然後 我要跟你說 D1的係數跟D2的係數 顯不顯出 它在表現一次數 D1是什麼 Anderian 以上的Reference School Libra 對不對 所以當你D1係數顯出的時候 它表示HV2跟Libra 的薪資是有差異的 然後當你的D2選出的時候 它在表現Business 跟你的Libra 的薪資是有什麼差異的 所以當D1有顯出的時候 那還可以看得到 我先講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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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D1跟D2在表現 D1以後 我們扣 Engineering 用了Reference School Libra D2 用了Reference School Libra Libra 所以當D1有顯出的時候 在哪 假設D1 這個點7O或者是顯出的 那表示 中學院跟文學院的性質 是有差異的 然後當D2是顯出的時候 它表示 商學院跟文學院的性質 是有差異的 而且當這個數字 如果是正的的時候 摺西伊 官學院 去官學院 再發的 摺西伊 官語學院 去官學院 跟文學院 好了 D1跟D0 摺西伊 D1 是公學院 所以是正的 它表示公學院性質 比官學院 要對其 比文學院更高 這個是 官語學院比上 文學院 官語學院是 文學院是 文學院是 所以當作選擇是正的的時候 表示 官語學院更高 然後這高 是哪在想住的 請到這邊 你先做個整理 你用會從這邊開始 你用會從這邊開始 好 好